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Selly CAP最近推出了一款Q Concerto META喇叭 小室都拍了一条评测影片 未看 立即去看看 如果你都想亲身体验Q Concerto META喇叭 配合Heagle抗音机会有什么效果的话 机会就来啦 未来10月19日 我们会在澳门新885举行的 全新Q系列延续 Concerto经典传奇体验会 出席的版友除了可以得到CAP送出的小礼品之外 听说现场还会有压续的大抽奖 还不快点去我们的Info Box那条连续报名 事不宜迟啦 世界开始今期热话 CAP近日正式推出了8款全新Q系列喇叭 包括座地喇叭Q11META和Q7META 书架喇叭Q Concerto META Q3META和Q1META 中置喇叭Q6META 反射喇叭Q8META 以及挂场喇叭Q4META 全部都搭载第12代的UNIQ同族共点单元 用上MAT声学迷宫技术 有效消除高达99%的高频噪音 所有喇叭的分频器都经过强化和微调 当中Q11META Q7META Q Concerto META 和Q6META 更加采用三路分音设计 配有混合式铝合金追体低音单元 可以带来更深沉和震撼的低音表现 新系列提供C勇黑、C勇白 和胡桃木三款颜色选择 并附有磁吸式喇叭网罩 设计美观同时具保护功能 德丁型号也可以支援到挂墙架、脚架和底座脚钉安装 令活应用在不同的环境 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 就记得留意我们新闻中心 今年5月HBO MAX就会改名做MAX 并继续发展旗下几个超人戏的系列 包括哈里波特、哥斯拉和权力游戏等等 而近日MAX串流平台正式在日本推出 还计划在今年年底扩展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取代现有的HBO高服务 另外华立兄弟还宣布 MAX会在2024年扩展到澳洲地区 最新的消息指出 MAX将会继续和Now TV合作 并会为Now TV HBO频道订阅户提供升级的方案 普通观众都可以好像订Netflix或者Disney Plus 这样直接订阅MAX的串流服务 不过更多详情仍然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 早前我们实测过配备强劲NQ8 AI Gen3处理器的 Samsung QN98D 8K电视 最新消息指它还可以处理到4K 240Hz信号 但需要注意的是240Hz目前只支援高规格PC硬件装置 例如NVIDIA、RTX4090显示卡 或者MacBook Pro等等 由于240Hz信号 需要透过HDMI 2.1的显示串流压缩技术 来处理更高的频宽 所以暂时XBOX和PS5 就无法支援4K 240Hz的输出 估计未来PS5 Pro 应该都不会支援更高的FPS输出 早前入手了QN98D的用家 可以查一下有没有更新 Epson最新的Epic Vision Mini投影机 EF21和EF22正式登场 两款投影机都拥有1000流明亮度 内部的配置完全一样 都配备自动对焦和自动梯形校正等的画面调整功能 官方声称 梯形校正时间由上代15秒进化到今代只需要1秒 EF22内置支架 令投影机可以灵活地旋转 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而新机会内置Google TV和Chromecast功能 两款投影机都提供一个HDMI输入端子 内置5W的立体声喇叭 而EF22还额外配备被动式低音单元 EF21提供白色和绿色选择 而EF22就有金属黑和金属蓝两款选择 EF21和22的定价分别是800和1000英镑 Sony刚刚推出了Insone M10s 27 吋 QHD OLED电竞萤幕 最高支援1440p 480Hz更新率 拥有0.03毫秒的反应时间 支援Display HDR True Black 400 结合Micro Lens Array Plus技术 提供1300mits封直亮度 M10s还有Fanatic电竞选手推荐的FPS Pro Plus模式 可以将萤幕縮至24.5吋 并提供1332p 1比1的解像度 玩家可以选择置中或者底部对齐显示位置 Sony也同步推出升级版4K HDR电竞萤幕 Insone M9 II 擁有27吋4K IPS 萤幕 更新率可以达到160Hz 两款产品都在10月7日正式发售 Insone M10s的定价就是港币$9,499 Insone M9 II就是港币$6699 Sony刚宣布推出新款DAP M1 Plus 採用了三核处理器ENGENIC X2000 配上自家研发的唇音效系统Mtouch 2.0 DAC晶片选用了ESS ES9069Q 配备了两个SGMicro的SGM8262而放大模组 M1 Plus加入了4粒Elna出品的Sylmic II 电解电容器 支援4.4mm平衡输出 以及3.5mm非平衡输出 并支援双档增益切换 最大输出功率为661mW 3.5mm插口 除了作为耳机输出之外 还有SPDIF同族数码输出功能 M1 Plus的官方定价就是港币$1,599 有传Sonos正在准备推出 全新的旗舰音响系统 Sonos Art Ultra和Sapport 并计划会在2025年上市 Art Ultra和Sapport都采用了Sonos 在2022年收购的Matee技术 提供更均衡和立体的音效 从流出的相片 我们看到喇叭背后 只有一个Evernet插口 一个用于蓝牙配对的按钮 以及一个收音咪的开关 Sonos Art Ultra 将会提供黑色和白色 两种颜色选择 售价预计会是$999 而Sapport低音喇叭 将会搭载Dual Force Cancelling技术 可以减少机壳震动和共振 同样会有黑白两色选择 售价预计会是$799 Fryze Audio推出新一代 Akagane 14耳机线材 Akagane LE2 提供多款接头选择 包括MMCX、2PIN、Pentacon Ear等常见接头 而插头方面 就备有4.4mm 5极插头 2.5mm 4极插头 和3.5mm 3极插头 Akagane LE2 采用了和Sinogane系列 相同的绝缘材料 以及用了经过改良的高纯度铜材 作为涂体 亦都采用了最新的电磁波吸收材料 和最新的碳纳米管技术 进一步去提升音质的表现 Akagane LE2的建议零售价 现在就是3,380元港币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like这条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要按下小钟 喜欢的话记得留多点点 和share给多点朋友看 我全部都会看完的 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